這個行業呢 其實有很多原因 那我就分享一下為什麼會走入這個行業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國小五年級的時候 第一次跟媽媽還有她公司的同事去日本玩 大家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出國的心情嗎 好 大家好像都不成功 大家現在都出國非常頻繁 那我那時候呢 高興到睡不著就這樣 失眠 整夜失眠 但是隔天一早呢 到時候一想 我就馬上從床上跳起來 但是在這個美好的日本之行呢 發生一個不幸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好巧不巧的我感冒了 那感冒呢 吃藥呼應就還不打擊吧 但是呢 有一顆藥 非常的大顆 就是飯前不用 所以我為了那顆藥 小時候還不太會吞藥 所以為了那顆藥呢 就喝很多水 然後喝水都喝飽了 就沒有品嘗到美味的日本料理 然後我媽就說 你去日本都賠錢 然後因為小時候對那個日本神社也不太有興趣 因為我們的行程都是走日本神社 然後就覺得很無聊 我終於笑的那一天是在環球世界 對 然後大白鯊 在恐龍什麼東西 那個遊樂設施非常好玩 那我當時候呢 我們的領隊間導遊 是一位有點年紀的姐姐 她知道我感冒 所以就特別的照顧我 所以那時候我才第一次接觸到了導遊領隊這個行業 那回國之後呢 我就非常羨慕這個行業 邊玩邊工作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好像沒有這方面的憧憬 邊玩邊工作 非常好 但是我就把這個夢想其實就擺在一旁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的科學壓力 國中升高中 高中要考大學 那我也沒有去讀觀光科 就是陰錯陽差之下就進了淡江的西班牙文系 那在淡江西班牙文系呢 大山有交換計畫 那我就去了國外西班牙一年 那在課程結束之後呢 我就自己規劃行程去巴黎的瑞士 那我去瑞士規劃了一個禮拜的行程 那去之前呢 爸媽都很擔心 因為他們在我出國之前就跟我說 你不可以自己出去玩喔 那你知道在國外 爸媽管不到你的 他們還是很擔心害怕 所以我就打了一個巨細靡的行程表給他們 連時間表都給他 他說 喔好好好 你要照這個行程走喔 每天都要回報 那去瑞士呢 發生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從景點要搭公車回去 我去青年旅館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妹妹 她就朝我默默地走過來 我想說她要幹嘛 你們覺得她要對我幹嘛 搶劫 詐騙比出來 喔不是喔 然後我說 姐姐你是台灣人嗎 我說 欸 你怎麼知道啊 欸 因為你的背包上面有一個東西貼著金石糖 喔 金石糖 台灣的喔 台灣人 然後我就問她說 啊 你們要去哪裡啊 然後她就把她的壁子給我看 欸 你跟我住同一間飯店欸 然後那個妹妹就跟我說 那姐姐我就等一下跟著你走囉 然後我想說 你怎麼能這麼不負責任 你的家人跟你出來玩 你就說交給我 然後我想說 也沒差 反正我們要在同一個點下車嘛 好 帶她們到飯店之後去硬碗 欸 她剛好住在我隔壁 那我們房間是陽台是可以看到彼此的 好 我們就坐下來 彈心 彈什麼呢 欸 她給我吃櫻桃 我給她吃餅乾 好 我們最等的交換 好 結果呢 我們就是聊 欸 這幾天在瑞士行程發生了什麼 其實 精彩的事情 精彩的旅程 還有交換旅遊情報 因為在那幾天呢 在那個點 天氣不是很好 那如果你搭車上山的話 其實你看不到 這個距離你也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人 因為霧很大 所以呢 就跟大家提醒 欸 你們要上山之前要注意天氣 或者是說 我們就交換了 欸 我等一下要去哪裡玩 你們去過了嗎 交換一下情報 好 那這件事情就這麼結束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搭火車 要去下一個點的時候 欸 上車找位置 好 這邊有位置 好 我就坐下了 我旁邊都是亞洲的面孔 好 一開始我也沒有想說他們是台灣人 結果呢 我聽到熟悉的台語 在國外聽到台語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 平常都是聽到英文 德文 西班牙文 終於聽到台語了 然後聽到他們的聊天內容 阿嬤群 阿嬤群 那這個團呢 非常特別 是用火車旅遊瑞士 然後聽著他們的聊天 我就不知不覺的笑了 有個阿嬤看到我笑就說 你聽到台語喔 然後我說 嘿 我台灣人聽到 然後我為什麼會笑呢 因為阿嬤在討論說 等一下那個模型玩具車要買 一樣的給孫子還是不一樣的 買一樣的會怎樣 買一樣的就是覺得浪費啊 沒菜 買不一樣的就覺得孫子會打架鬧事 所以他們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呢 阿嬤就問我說 阿嬤自己出來玩喔 我說 嘿 我自己出來玩 然後剛好這時候就是那個 他們的領隊經過 然後他們就跟領隊介紹了 然後說 這女生自己出來玩很勇敢 然後那個領隊就 喔 我就走了 已讀阿嬤的聊天 已讀阿嬤 然後呢 我就問阿嬤說 阿嬤你們這幾天去哪裡玩啊 阿嬤都不記得了 就直接拿出手冊給我看 我手冊 喔 你們去這裡喔 就是那個在巧克力上面的那個山啊 記得嗎 那個巧克力上面的山 瑞士三角的巧克力 大家知道有沒有 就是那個馬特洪峰 然後我說 欸 我之後也要去那裡 阿你們知道在哪裡看日出嗎 喔 就那個橋阿 哪裡的橋 我們不知道耶 就橋上 然後我說好 然後最後呢 我到那邊的時候 也真的有找到那座橋 結果呢 我沒有看到日出 不是因為他們的關係 是因為天氣不好 好 大家不要誤會 是天氣不好 然後 在下車的時候 我們剛好在同一個點下車 那下車之後呢 那個阿嬤就給我了 台灣的懷舊零食 大家覺得什麼零食 好 就是科學妹一小包 科學妹一小包 在國外是買不到的 然後還有一個矮呢 就跑過來 我沒有見過他 也沒有跟他聊過天 他就說 你自己要小心喔 然後也給我一包零食 大家覺得什麼 好 也是科學妹一包 好 大家出門好像都帶科學妹 好奇怪 因為這兩件事情呢 就讓我覺得說 欸 導遊領隊 就是要讓你的團員信任 跟著你走就對了 不會錯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的團員跟著你 到那個景點 他會記住 不會像這個阿嬤曲一樣 到車上就不知道自己去哪裡了 所以這個也是導遊領隊 必須要具備的能力 那除了這兩個旅行 讓我決定套入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兩個原因 就是大學大家應該會有打工吧 大家有打工齁 你打什麼工 哇 麥當勞跟曲神士 麥當勞跟曲神士 好 我當時候呢 是在淡江找那個圖書館 大家覺得在圖書館要做什麼工作 上架 上架 喔老師用詞非常的專業 上架 對 還有另外一個工作就是在詢問台 就是你走進去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就來詢問台找我 那那時候呢 在詢問台的工作其實 可能客人 就同學來都是要換證 就是他們可能沒有帶學人針對進去 就是押證 然後你就要簽名 每一張都要簽名 在那時候呢 我練就了我潮寫的美麗字體 每天都要寫 大概一百張有喔 每天都要寫 那另外一個工作呢 就是你要面對書 你要到櫃台後面去整理書 分類 這一疊書是在哪一樓 那分完之後呢 再推車上去排書 按照鎖書號排好 那這兩份都是在讀書館要做的事情 那大家覺得我喜歡哪一個 哪一個你覺得比較簡單 我覺得排書比較簡單 排書比較簡單 那我自己呢 是比較喜歡詢問台 因為排書對我來說 真的是覺得太無聊了 每天就面對書 最重要的一點是 我在暑假也在讀書館打工 大家暑假回去讀書館 你會 哇 真的非常特別 通常 暑假的圖書館就是文字館 只有一些社會人士可能會來圖書館 那時候在詢問台的時候 也是非常無聊 那我們又規定說 你不能看自己的書 所以就坐在那裡發呆 發呆發呆 發呆了四個小時 終於可以換到裡面去了 但我還是最喜歡詢問台 因為可以跟人接觸到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 玩社團 大家有玩社團嗎 學校有玩社團嗎 哈哈 大家好沒有玩社團 玩社團呢 在玩社團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是網球社 我是網球社的 所以有韓訓跟屬訓 韓訓跟屬訓 就是帶著學弟妹打去 那 網球社的社團裡面一定會辦活動 那我就很喜歡大家一起辦活動 把活動辦好那種感覺 雖然一開始 我們辦活動之前都要想遊戲給學弟妹玩 我非常討厭想遊戲 因為我覺得遊戲都已經玩過了 玩膩了 我為什麼還要叫學弟妹玩這個無聊的遊戲 那後來呢 大家有看Running Man嗎 有齁 我後來就把Running Man的那一套遊戲 搬到我的遊戲裡來 但是 我就覺得 原來辦活動不簡單 為什麼 因為Running Man他們的製作團隊那麼多人 我們只有小小的幾個人 要玩Running Man那麼大 是不可能的 就連失明牌 我們都要 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真的那個母鬼站 所以我們是用膠帶 那膠帶男生留的滿身大汗就掉了 所以我們準備了撕捆膠帶在那裡 就是辦活動其實不簡單 但是你在活動當中 你會學到很多技能 因為這幾件事情呢 就讓我們決定要朝旅遊業發展 那朝旅遊業發展 大家覺得要怎麼踏入旅行社 投旅力嘛 最簡單的想法就是投旅力 那我當時候也有想要想過投旅力這件事情 但是我沒有做 因為後來就遇到了老師 那老師未來學校演講 是因為系上剛好有一位老師 去韓國旅遊 覺得老師非常的專業 所以就請他來學校演講 那聽完老師的演講我非常有共鳴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聽過另外一個導遊演講 那他來演講 那個導遊來演講之後呢 我就私底下問他說 欸我會西班牙文 那我要怎麼朝旅遊業發展 他就直接問我說 你會西班牙文 然後呢 你會帶團嗎 大家覺得我要怎麼回復這樣 大家覺得在大學期間 你有這個機會去旅行社工作嗎 你有機會有帶團的機會嗎 沒有對不對 我當然就跟他講 沒有 然後這個話題就結束了 我跟他的話題就結束了 因為我覺得他不可能給新人機會 那後來就遇到老師 聽了他的演講 所以我就聽完他的演講 其實我自己也沉思了三天 開始跟他用LINE聯絡 那我就第一次的聊天呢 我打長篇大論的內容給他 那後來呢 開始用電話聯絡 那一開始呢 我們用電話聯絡 我都要跟他約好幾點 幾點在宿舍 因為我要坐好 旁邊四周無人開始聊天 因為跟老師聊天 因為我們畢竟是陌生人的關係 所以我非常的緊張 好 開始聊天 然後聊完之後呢 通常我聊完之後都 心情都非常的不切實際 我在跟一個專業的導遊領隊聊天 然後我室友都會問我說怎麼了 我說沒有啊 就是聊完天 心情有點奇怪 好 那老師後來呢 就問我說 12月1號要不要跟我去實習 我就說好啊 這時候不去實習 等到何時 好 但是在實習的時候呢 你有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呢 自我介紹要自我介紹20分鐘 大家覺得20分鐘難不難 20分鐘可 對 20分鐘可 對 是不是很困難 大家可能在社團當中自我介紹 大概一分鐘就結束了 好自我介紹20分鐘 我到底要講什麼 把我的人生精華都講下去 然後就開始練習 練習練習練習 那到前一天晚上呢 我去住青年旅館 晚上完全失眠 也不會完全沒有睡覺 只是會突然就醒過來醒過來 然後在睡夢當中呢 還夢到了自我介紹的內容 好 就這樣子 再跟老師在火車上見面 一起去集合的地方 聽著老師的講話 演說台灣的歷史地理 或者是韓國的歷史地理 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他可以在車上講兩三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好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就算客人已經睡著 還繼續講 雖然我也很想睡覺 但我沒有睡覺 我不敢 好 那結束之後呢 實習結束之後 我就跟我爸媽說 欸 這個老師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也跟老師談過了合約 我就把合約帶回家裡給家人看 然後家人呢 是支持的 但是他們有90%在懷疑 他想說這個 小葉老師是詐騙集團嗎 為什麼還要做這件事情 他得到的利益是什麼 我爸直接這樣問我 我就說 老師就好人想教我不行嗎 然後或者是說 我的同學也告訴我說 欸你這樣是不是被利用啊 就是那時候我也有很多負面的話 從我的耳邊經過 但是呢 我就相信 女人的直覺跟低誘感 老師是好人 經過多次的聊天談話內容 我知道老師是好人 所以呢 我就跟老師簽約了 好 簽完之後呢 我就開始準備我的證照考試 打油領隊的證照考試 那如果你是考外語 要再多一顆語言 那實務一呢 可能就嘗試題 國際禮儀啊 急救 啊 實務二呢 就是考觀光法規 那觀光之眼就 大家 國中高中讀的歷史第一 那再來外語 就看你要考哪一顆 英文或西班牙文或法文 那這幾顆呢 只要你加起來 平均60分以上就會過了 大家覺得有困難嗎 只要你的外語能力有拉高的話 其實你其他課不用看 也不是不用看啦 就是大概有60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希望我那時候 世界的觀光地理 歷史 我完全沒有看 就去猜 然後我還猜到蠻高分的 70分 看來我國中跟高中有好好念書 好 那在準備完了 也真的就考上了 考上之後呢 不是這樣就拿到證照了 是你還要去上 值錢訓練 就是你要去上課 好 上完課之後呢 有一個口試 口試 導遊的話要口試10分鐘 領隊口試5分鐘 講完之後呢 就真的拿到那張證了 那前前後後從準備 到你真的拿到證 要花一年的時間 所以我剛剛好就是大四 就考到 然後畢業 就今年暑假 我就拿到那一張證 那在考證照行間呢 我也是有出團 那我的第一團 學生團呢 非常的特別 不是畢業旅行 不是校外教學 是格數錄影 大家還記得自己以前 童軍錄影的經驗嗎 沒有可能 記得 讓大家看一下我 當時候的行程表 好 這是我當時候拿到的行程表 大家如果什麼事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覺得我拿到這個行程表要幹什麼 我之後去帶班級的時候 我要去教學生打七彈嗎 我要去教學生打神節嗎 我說什麼都不會啊 然後我媽那時候就很緊張 啊這些是你要帶的嗎 你又不會 你又不會急救包裝 你又不會單價製作 我就說不用擔心啊 有教練 那後來我去帶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教練就是我們領隊 這些都是我要會的技能 但是呢 我那時候總領隊跟我說 我知道你最慘 這是你的第一團 你只要把班級帶好就好了 他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班級帶好什麼意思 就是把兩個班級 你就帶著他們 到這些老師授課的地方就好了 簡單吧 大家覺得簡單吧 你只要會認路 不要走錯路就好了 好 這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把班級帶到老師授課的地方 那那時候其實這一團呢 是在春假期間 我不知道中華大學有沒有出假 有齁 那時候春假期間 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的室友都已經回家了 我就一個人 正準備拿著行李 要出門去集合地點的時候 總領隊打電話來 他要跟我說 欸我們這兩 另外兩團也有缺人 你要不要去另外這兩團 我說好啊 你方便就好了 因為那兩團就是 你把學生帶到遊樂園 放他們去玩就好啊 所以你只要在車上 認真的解說就好了 這也是蠻簡單的工作吧 好 那時候就說 欸 反正你方便就好了 結果後來我發現說 欸這樣不行欸 這樣我就不能回台南了 因為他的日期是分開的 啊我已經訂好票了 這樣我就不能回台南 我跟他說 我還是去錄影好了 他說好 那你加油 為什麼要加油呢 上個禮拜 學姐剛好跟一個業務介紹到我 然後我才知道說 我的這一團非常的硬 為什麼呢 因為他環境不好 你 我們錄影是要守夜的 守夜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抽籤 抽完錢之後 那個就是你要守夜的時間 你要去 大家那個露營區 你就要站在那裡 一個人發呆 看學生有沒有亂來 那真的有學生 凌晨三點出來上廁所 然後看著他閒閒 為什麼不睡覺 我都想睡覺 好凌晨三點 那守夜抽時間 好一點的就是 開完會 你就接著守夜了 啊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先回去洗澡 然後再出來守夜 然後再回去睡覺 所以前前後後 你那一天只睡了三個小時 那隔天一早我們要活動 然後那個業務就跟我說 你去太陽還能活著回來啊 然後他就說 你去太陽 還能不放棄做這個行業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好所以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的第一團這麼的特別 那學生團比較容易的地方是 你只要壓制好老師就好 壓制好老師 因為有的老師會要求比較多 要求比較多 同學的話 就讓他們玩得開心就好 所以學生團比較容易 那我的第一團社課團呢 我也挫折非常的大 為什麼呢 我那時候是去宜蘭的林美食團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下車之後呢 客人就開始問我一堆問題 我什麼都不知道 大家覺得 導靈隊在行前要不要做功課 要嗎 但是那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功課 你覺得客人會問我什麼問題 到林美食團的時候 大家覺得會問什麼問題 人生團再發一下 如果是現在的話 應該會問有什麼打卡的地方嗎 打卡的地方 美景之類的 你說拍照好看的地方 嗯對 然後可能周邊有老師人來的逛 嗯嗯嗯 對沒錯 他會問我說 從停車的地方到林美食團要走多久 因為有些是老人 他不想走 或者是說 他不想走林美食團步道 哪裡可以休息 廁所在哪裡 客人就是會問這些問題 還有 從這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車程要多久 那我們那一次呢 還有一個自由活動的時間 客人自由活動 他就會問你說 哪邊可以自由活動 大家會覺得這個問題很正常吧 很正常嗎 我那時候也不覺得 可是客人就會問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從餐廳吃完之後 就讓他們自由活動了 那自由活動就要告訴他 這邊這一條街走下去 哪邊可以買特產 哪邊可以買民產 那時候呢我才見識到台灣人的消費能力 還是蠻高的 每個人都大包小包的出來 買那個牛舌餅 然後奶凍捲 所以第一團的社客團 我被總領隊說我不及格 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及格 因為客人問我什麼 一概一概 我自己也非常的尷尬 那那個總領隊的人也非常好 他就跟我說 欸如果你有問題 可以再跟我聯絡 我到現在還沒有聯絡過他 所以經過學生團跟社客團第一團 我的熱情還沒有被消磨 相信大家也可以的 就是你要在你的工作中找到樂趣 因為到現在我也接了蠻多團的 我在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和快樂 像之前那個中秋節 我帶完了明插國中 那那個老師有加我LINE 因為我們可能有幾個事情 我要聯絡他 還中秋節幾千呢 他就因為我們有互相拍照 他就劈圖耶 劈圖祝我中秋節快樂 那因為我有跟他聊天 分享到我的夢想 我是要往湖外發展的 學生團只是我的過程 所以呢 他就打了 祝你朝你的夢想前進 這句話非常鼓勵我 就是很溫馨的一句話 那其實在前天之前呢 老師問了我三個問題 哪三個問題 你幾年後月薪要多少 我回答我說 五年後我月薪要十萬 我現在已經跟著老師 快一點時間了 我還有四年可以打 第二個問題是 你要成為怎樣的聯隊 我跟老師說 我去瑞士玩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地方 大家都是坐著火車上去的 沒有爬山的行程 那我覺得爬山跟坐火車 我們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像我那時候 為了看幾隻土撥鼠 幾隻土撥鼠 在薩斯北 那是旅行社不會去的地方 我走路走了四個小時 才到山頂 一路上前前後後沒有人 我就擔心我是不是走錯路 我終於爬到山頂的時候 也看到了土撥鼠 那是土撥鼠太領情 吃我的土撥鼠 但是他真的很大隻 大概這麼大隻 土撥鼠 然後也在爬山的過程中 遇到了野生的狐狸 野生的狐狸 所以瑞士的環境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就想說 我以後要帶著台灣的客人 去瑞士爬山 我要帶著台灣客人 去國外拍一些美麗的照片 這是我想成為的導遊領隊 那第三個問題是 為什麼要跟公司簽約 那其實同學也都問我說 為什麼你不直接去旅行社就好了 還要來老師的經紀公司 那我剛才也有提到 旅行社不會給新人機會 像那個專業的導遊 他其實在動物旅行社是經理 動物旅行社 知道吧 動物旅行社 是經理 一個經理都這樣問我 你會你會希望我 然後呢 一個經理都這樣說了 那你覺得我一個新人 去投履歷給旅行社還有機會嗎 那我去旅行社 就算他真的給我還 有人會教我嗎 我遇到一些緊急狀況 可能我當下解決了 但是那是最好的方法嗎 有人可以跟我討論嗎 沒有 所以我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加入了老師的公司 那在這個行業當中 也是會有優缺點嗎 優點是什麼 大家覺得這個行業的優點是什麼 好 生活真的是非常多彩多姿 每次跟家人分享的時候 我的家人都跟我說 你不要再講了 好了我要去睡覺 我要去洗澡 你不要再講 下次再講 生活真的是非常多彩多姿 那你在帶團的期間 客人跟你的回饋 你會感到成就感到快樂 但缺點是什麼 壓力真的是很大 因為很多地方我們是菜鳥 我們沒有去過 但是你前一天晚上 你才會知道隔天要去哪裡 那你有來 來不及做功課 你只能先問前輩們 欸這個點要怎麼介紹 像我們連去義大啊六父孫 都是要做介紹的 要跟學生講怎麼玩 所以壓力其實很大 再來就是自由 像我跟一個朋友約時間 我們從九月初約到現在 我沒有時間跟他見面 我沒有時間跟他見面 因為都有團在接 而且我半年沒有回家了 中秋結束我 春假那時候回家之後 我就再一點回家了 我半年沒有回家 我爸媽都跟我說 以後會我們北漂上去看你們 因為我哥也在台北工作 所以自由的話 在我現階段打拚的過程 是不太可能回家了 我爸媽就說 你下次回來是不是過年了 有可能吧 可能吧 過年的時候 那就是這個行業的優點跟缺點 那所要具備的能力呢 其實是可以靠實務經驗去累積去改變的 大家剛剛老師也有提到一些 所要具備的能力 那我現階段 覺得需要具備的能力就是 要有運動員的體力 要有運動員的體力 因為你帶學生團 我剛剛也有說到 睡三個小時 我帶完那兩天之後 我休息了兩天體力才恢復 我隔天下床之後 我回去睡了一整天 體力恢復 所以是要有運動員的體力 那要 也不用到博士班的頭腦啦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介紹 所以我們記憶力也要好 再來就是 時時刻刻頭腦要清楚 因為上禮拜呢 就發生一個很蠢的事情 因為我帶了學生去櫃台 拿他遺失的東西 然後櫃台人員跟我說 欸你們領隊房712 還沒有還鑰匙喔 我就說好 我等一下去問一下那個學姐 昨天是誰睡覺 誰睡那一間房間 然後就跑過去問學姐 712 就你呀白癡喔 喔原來是我 因為我跟另外一個人也不一起睡啊 我也不知道我的房號就是712 然後我就說 欸小沛你還沒還房卡喔 喔好 就被罵了 喔白癡喔 就你睡那一間啊 你還不知道 時刻刻頭腦要清楚 反應要快 因為有時候 你是菜鳥 那上面的人交代你一些事情 你要懂他在交代你什麼 不要做錯 你做這個房間 事情更大條啊 所以反應要快 再來就是適應力要強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就已經變成了 早起晚睡 早起晚睡 有沒有人會認床的 因為每天睡的房間都不一樣 床都不一樣 軟硬度不一樣 枕頭也不一樣大顆 所以適應力要強 這些都是打擾領隊需要具備的能力 那現在大家是大二的人 大二 好 我真心覺得 你探索自己 未來要找什麼工作 不要等到大四或是大四畢業 為什麼呢 我同屆的有兩個 一個 還在迷茫中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去面試 面試完然後呢 還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另外一個 雖然他已經找到工作了 但那不是他想要的 他還是要換 那大家覺得你從 應該這麼說 大家覺得幾歲之後 你基本上不會換工作 大家覺得幾歲之後你就不會換工作 如果說是三十正值的話 應該三五都不下來 三五 好 有統計過大概三十歲以後 基本上你就不會換工作了 那你想喔 你從畢業二十二歲到三十歲 你有幾次可以換工作的機會 你大概要花幾年的時間 覺得這個工作適不適合你 大概要一年到兩年吧 所以換句話說 你一年到兩年 欸覺得這工作不適合 好換掉 換另外一個工作 好一到兩年又換掉 所以你可能有 兩到三次換工作的機會 所以你只有三次 畢業之後你只有三次 可以找尋自我 哪一個工作適合自己的機會 這樣有懂齁 那再來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如果說 你現在不喜歡這個工作 但是薪水不錯 你會想要換工作嗎 不會 不會 你會繼續做你覺得不喜歡的工作 但是錢不錯 錢不錯就可以忍耐 忍耐到你覺得到極限 然後錢也夠再換就好 忍耐到極限再換 是這個意思嗎 忍耐到極限了 也不是 因為你總會做 投資管理 然後避滾力啊 然後 所以很多人都會到大概 三五 應該是四十出吧 如果條件夠了 他也找到自己想要 他就會自行創業 或轉 第二出 好 第二出 其實每個人想法不太一樣 這沒有標準答案 那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探索的工作標準到大事 你從現在你就可以去參加社團啊 打工換宿啊 交換學生啊 有很多的選擇你可以去嘗試 多方嘗試 等到多方嘗試之後 你一定會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你未來工作 可能會找的方向 就不要等到大事之後 又開始面試的空白期 這段時間你都沒有收入 要吃家裡吃爸媽的 這樣不太好 那接下來呢 就交給老師了